崇远堂的前身原是清道光二十八年间创建于西罗镇下南里的宗词纪述堂 纪述堂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遭遇强烈台风侵袭而摧毁 所以廖氏族人在公元一九二六年昭和六年开始改建 经过两年的时间才完工落成改名为崇远堂 为什么崇远堂这座宗词要建在这个地方呢 先民口述流传下的说法是 在新建之初此地曾由弟弟先生勘察 结果发现此地的风水是漫于雪 建庙后会带来千子万孙人丁兴旺 建庙以后果如其然 张料信至今子孙繁衍 所以民间有西罗料一半的说法 祠堂于公元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 竣工落成 红蓝乡间彩斑灿灿烂 屹立于沿二轮乡东方约一点五公里处 地址在西罗镇福田里新错二十二号 也就是在尹西寸大桥南侧一百公尺之处 重远堂总工程费达日币一十万元 经费庞大 当时的物价一斗米才值五角钱 这些经费都是由族人自由解囊捐资的 由此可知张料信族人的享心力 我们一般到祠堂或者家庙 那个面都写左朝右暮两个字 那么这个重远堂 我们这边过水走廊 上面也有左朝右暮 那什么意思呢 然后看这个表 开机组第一代 开机组排在这个最中央 就是他百年之后 信旗白要排的那个方法 开机组排在正中央 再来左边为一代 第二代就排在这个地方 第三代右边 第四代左边 第五代右边 第六代左边 第七代右边 像这样 那么下一个就排低一点 它就一直排下去 那么一般来讲 叫做招牧 就是他们的家族的伦理 家族的伦理 那一般比较简陋的祠堂 他们三后宴的门口 他们其实这样子 左朝右梦 意思是一样的 牵建后的这座双料祠堂 殿与瑰丽 雕饰繁复 屹立在卧野稻田中 气势显得相当宏伟壮观 目前牵建至今 虽已有七十多年历史 其内部的建筑结构 大多以传统木构建筑为主 外观虽然显得斑驳和陈旧 不过在古色古香的气息中 仍然展现着一股庄严肃穆的熊枝